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第一局打得也非常的顺利 然后第二局的话他们可能比我们放得更开一些 11分过后我们间歇之后的战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跟之前 所以在我们调整的时候对方也在调整 然后他们也是非常有这种必胜的信念然后来打我们 然后我们在这种节奏的把控上我觉得没有做得特别好 我觉得肯定是某些地方的 对预言 对预言 然后对方的军事决定来比较好 对 之前你们赢过他们是不是 就是没败回他们 觉得今天他们的战术不同 还是他们赢了欲望比你们大 所以今天才能赢过你们呢 那不能这么说吧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 怎么能说人家赢球欲望比我们大呢 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我就觉得不对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是很想胜 谁在场上不想胜 每一次人家都是不一样冲击我们 哪怕我们是0比5打着别人 我们每一次都会全力以赴去拼别人 那每一天那每一次打的那大家状态都不一样 我觉得是 你不能按之前那个战绩永远呢 我们每一次打的时候都是新的开始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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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表现的都 我觉得我们表现的也没有特别的差 只是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上 还有我们连续失误再去扳回比分的这个节奏上面 把控的没有特别的好 其实我觉得整个的发挥我觉得还是算比较的正常 因为团体赛的魅力其实就在于一个心态的把控吧 我们也非常的渴望可以为中国队再拿下一分 但是当然对手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输赢都是在意料当中 但是我们今天发挥的确实不是特别好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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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完 谢谢大家